住建部今天在辽宁沈阳召开了部分城市房地产工作座谈会 在会上对参会的各个城市未来房地产的调控工作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 对楼市调控不利的城市坚决问责 住建部要求各地要加快制定住房发展计划 因地制宜、精确、精准实测、综合实测 把地方政府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主体责任落到实处 确保市场稳定 住建部将会建立房地产市场监测体系 完善对地方房地产调控工作的评价考核机制 对工作不利、市场波动大 未能实现调控目标的地方坚决问责